吟唱著傳統歌謠 祭稿祖靈 賽德克族人參與歐盟Taking Care計畫 如今也將擴大與國際博物館連結 建構原民知識體系的交流 7月9號前進立法院 說明接下來與國際博物館的合作模式 他們很認同 就是說你們用自己在地部落的一些組織 民主議會先來看他們的文物上面 到底是哪一個部落的 他們會有一些著名 但是不太清楚 然後我們會把他所著名的這些部落 再回來討論 大概是做什麼用 材質是什麼 我們都會來跟他們講 透過文物返還運動 賽德克族民族議會協同靜宜大學 賽德克族研究中心 多年前啟動田野調查 館藏文物會整 並與瑞典世界博物館簽訂MOU合作備忘錄 並發表實體文物策展和數位展 如今也將在今年7月 與荷蘭博物館辦理原作會議 與多國的博物館商議未來的合作模式 我們會挑出議題告訴他們 他們就會去討論 那年底11月我們邀請他們到台灣來 就是把討論的結果變成行動化 怎麼去做未來的一個合作 不只是學生啦 就是說在部落的一些文化工作者 他其實也是可以參與 因為他們已經就是曾見在各族的文化裡面 慢慢都有形成一些階段性的一個計畫在培養 而這樣的合作也讓學者認為文物返還的過程 不僅是有系統的建構原住民族知識系統 且在當代找回文化傳統Gaia的樣貌 更是轉型正義和文化解質 透過我們對於這個意識的物件重新的追尋 從這些物件裡面看到我們的祖先的 這一些生活的知識跟智慧 重新思考我們今天在當代社會中的一些處境 跟解決困難的方式 在殖民的時代發生的這些豬斑的事情 原住民是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進入到那個殖民的狀態 對這些真相的掌握 我們才更有清楚的目標 可以進行解殖民的一些行動 突破過往國家收藏者與族群間的不對等關係 而國際博物館與賽德克族民族議會 透過文物返還重新建立對等關係 跨越了國家界線的對話 同時也凸顯了族群的主體性 也讓流浪的文物能平安靠岸家鄉 原始新聞 卡松馬尤 迪弗洛安立法院財務報導